美朝会谈三部曲 6月新加坡 7月平壤 9月华盛顿 南韩媒体中央日报在新加坡消息管道指出 北韩期待的明日峰会是包括非核化 美朝关系改善等全方位高度宣誓意义的共识 至于北韩去核化等细节 留待7月平壤会谈进一步商议 双方勾勒得北韩去核禄净土 渴望是6月新加坡会谈 7月平壤会谈 最后在9月华盛顿会谈完成 另有消息管道指出 北韩已经多次表达全面去核化的意愿 希望美方座位回应 例如取消对北韩的经济制裁 建立外交关系等 若美方能有适切措施 北韩可能表达短时间内时限去核化的意愿 美方也从要求一炮打响得到结论 转向分阶段的方式 因为美国也需要采取措施来推动 中潮先无核化 至于新加坡会谈是否可能发表中战宣言 若双方7月可能举行平壤会谈 推迟到7月发表的可能大增 7月27日是韩战停战协定签署日 双方可能在停战65年宣布中战 美朝协商举办首次川金会时 双方都有同感认为需要追加举行第二次 甚至第三次的领袖会谈 6月1日北韩特使 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访美 转交金正恩亲笔信 信中邀请川普访朝 当时金英哲向川普提起 北韩期待下个月就能实现 川普在与金英哲会谈后 立即表态会谈顺利 不代表一次会谈就完成 也许会有第二次或第三次 反映美方愿与北韩台面下开史商议第二次的会谈